哈喽大家好我是白杨 龙珠作为一部热血动漫 女性人物其实是少得可怜 但是每一位登场的女性都称得上是女神级别 例如第一位是大家熟悉的18号 18号之所以能家喻户晓 除了自身的气势之外 还有不诱于超赛的实力 一机会赚钱的强大思路 再加上身为人造员青春期很长 本身又是无限能源的设定 然而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还是因为18号的本质多 无论是鬼仙人版本还是悟空版本等等 都有18号的身影 以至于18号是龙珠中人气最高的女性 第二位则是克林的初恋马伦 马伦有着和布马一样的秀发 但是想比较马伦的身材比布马更好 但是马伦却是一位十足的女海王 先是而克林好上的同时 又去勾搭有钱的富二代 来到鬼仙屋后又勾搭亚木茶 虽然马伦是个渣女 但克林还是忘不了马伦 以至于克林和18号的女儿 名字同样叫做马伦 由此隔禁初恋确实是最令人难忘 第三位则是女主角布马 布马虽然是女主角 但是早期同样是个花痴 遇到帅哥就会找不到方向的人 但是布马的能力却很出众 能制造出时光机器 同时家族产业遍布全球 是一个妥妥的富婆 贝吉他取了布马 不愁吃不愁喝了 同时贝吉他在布马的帮助下 实力也得到了不错的提升 例如在龙珠具体中 贝吉他之水能变成超市 还多亏了布马的帮助 第四位则是人造人21号 在动漫版龙珠系列中 21号并没有登场过 但是在游戏中21号登场了 可以看到在性能上 18号有的21号都有 并且21号的身材比18号发育更好 实力同样比18号强大 第五位则是天使一族的巴多斯 巴多斯作为天使 实力自然不用多说 而巴多斯的优势在于 生命几乎无限长 本身的血脉也是属于宇宙顶尖 像悟空要是成为神后 最合适当老婆的人就是巴多斯了 凭借萨野人的血脉和天使血脉的结合 孩子出生后可以直接变成白神 第六位则是蓝琪 作为龙珠中唯一一位 被住者遗忘了女性 对蓝琪来说实属可惜 因为蓝琪是双重人格 温柔的紫发蓝琪和火爆的金发蓝琪 谁要是能去到蓝琪 可以享受什么叫冰火两重天 第七位则是琪琪 琪琪虽然嫁给了悟空 但是琪琪的名声却不算好 因为悟空是个武士喜欢修炼 而琪琪却成为悟空修炼路上的阻碍 像琪琪的天赋比悟空还高 硬是被琪琪交成了书台子 从最新的2022年剧场版来看 琪琪琪被耽误了这么多年 依然可以领悟出强大的野兽形态 要是最开始琪琪让琪琪修炼 现在的琪琪琪实力都在悟空之上了 第八位则是比迪丽 作为琪琪琪的老婆 比迪丽也是一位有争议感的人 上高中时就和琪琪瓣一起维护正义 再加上比迪丽作为撒旦的女儿 从而缓解了孙家在经济上的不足 而且比迪丽嫁给琪瓣后 也是一位贤妻良母 并没有像琪琪一样甘于小方 第九位则是未来世界的小五 小五和未来特南克斯走到一起 很多人都说小五是老牛吃嫩草 因为小五的真实年龄 都可以当特南克斯的奶奶了 但是龙珠中的萨牙人 就是喜欢和长年不一样的女孩 所以特南克斯而小五还算正常 第十位则是池莱 池莱原本是布罗利的女朋友 但是在2022年剧场版中发现 比鲁斯也喜欢上了池莱 由此隔见池莱虽然肤色不一样 但是总会有一个 把池莱当成女神的人出现 而这个人目前看来正是比鲁斯 第十一位则是双马尾天使 除了第七宇宙和第六宇宙的天使 其他宇宙的天使出场的事数不多 也就是在力量大赛期间 看到了所有天使和布外神登场 而其中除了巴多斯不错之外 还有另一位双马尾天使也不错 由此隔见龙珠中的女性真的不多 但是每一位都是女神级别 要是你穿越到龙珠世界 会选择谁当老婆呢 欢迎评论留言